周一早上六点半 这是我们房间里面的窗 拍不出来什么view 但是肉眼看会好很多 Hello,Baku Baku Look at me Baku 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 这是 Montbrouilly 有一个小小小在顶上 这是 Montbrouilly 这个岸上 所以你会有森子在顶上 然后在周围里面是 Côte de Brouilly 所以它是有名的 Côte de Brouilly 然后在周围里面是 Brouilly 对对对对 然后在右边是 Beaujolet Village 最后的 Beaujolet Village 是在顶上 对 我自己 而这个岸上 已经20天前了,这种花果了,然后芽开始开始变化, 然后很快,芽会变化,变化了,然后在冬季, 变化的色和糖会变化,然后在冬季的颜色会变化, 然后你会看到在上面,在那里,非常不同,因为它很冷, 很小,它很冷,不冷,更高,更高,这种类型的细菌, Risk,浅的狀肥子,例如 how old you think they are, how old? Maybe they are? 50? 50, and so here, so, can you feel that? It's quite hard, because they work with the tractor, so they compress the soil, and with the horse, you don't have that, the soil is very smooth, and it helps a lot to, for the inner life, I work with my horse here, 你会看到它是轻松的 你会看到它是轻松的 它是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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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样子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四片田 然后这四片田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一块是Olivia他们的这块田 是有机的 然后是叫做goblet的一个种法 然后下一个十字路口 这一片田你可以看到还是goblet 但是它是纯机械化的 包括有一些化学元素 然后这一片田其实已经荒废了 Olivia说如果我们要把它给好好运一下的话 至少得五年 然后每年都要投入差不多 要在两三万美金的 哇 每年很多 然后这一片田 我们是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VSP 然后呢它就是另外一个库文 是另外一个产区 所以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两个产区 四种不同的种植风格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 我们先放下来 我们先放下来 然后再放下来 我们先放下来 它还滚 再长了 除此 幸先下来 他们会儿 怎么进去 如此 因为 如果 具体的 毛利 气 异断 却 有 则 它是出土地的 我们往里走 这样 然后第二个帽子 它是很容易的 我会给你一遍 然后你会做的同时 我今天可以做个冰箱 今天要做的是给这些葡萄藤给弄绳子 然后弄绳子的话其实 不行 我现在 我脑子想着想 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这样子弄绳子的目的是为了让葡萄倒下来的时候 不会就熬断或者真的受到伤害什么的 非常手工活 我当然是做了恩变之后才知道怎么做的 然后还有我的工资 这是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做完的一个情况 看上去挺简单的 但是对于我这种四肢完全不发达动手能力为零的人来说 做错了很多次 每个batch的话是5排 那我就差不多做了三个batch 所以基本就是15排 反正就是 忍不像人的样子 这边是一个死沉银 这是几个小时后 你可以看到的色差非常明显 然后呢 因为被野草割的有很多花痕 对于是要试试吗 对于是要试试吗 对于是要试试 要试试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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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好 好 好 我们就用这个放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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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这个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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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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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